第909章2970章 当天珠与李清风身后浮现时 这片天地间的能量顿时被其所引动 源源不断地对着其身后的天珠汇聚而去 最后经过天珠转化 灌注李清风体内 他的向力波动 顿时节节攀升 一股强横的向力威压横扫开来 连后方不远的路青梅 李洛都是受此影响 攀登步伐变得缓慢了一些 天珠境 已是迈入了天刚将阶的层次 论起相力雄厚程度 远胜及煞境 每一颗天珠都如同是机器的引擎 它不仅会直接提升自身相力 还能够从天地间汲取能量 经过转化 加强自身 李洛盯着李清风的背影 眼神也是凝重了一些 踏入天珠境的后者 威胁比起之前可谓是成倍暴增 这些天龙舞脉中的顶尖天骄 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换作是在圣玄新学府的院集来论 李清风就相当于在三星院集时 就突破到了天珠境 这足以在大厦引发巨大轰动 李清风感受着体内磅礴流动的项力 在这股项力的支撑下 那股此前令得他难受的石龙威压 他也是减弱了许多 他看了一眼周身盘旋的六条火龙 神色不变 脚掌一点 攀登速度陡然暴涨 他急迟于斑驳十梯之上 转瞬间便是跃出了数十丈 一记绝尘 后方惊呼声不断 此时的李清风 可谓是全场瞩目 而且想必即使是在那外界时数万二十奇奇众之中 都是引起了极大的波澜 陆青梅看了一眼李清风急尺而上的背影 然后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李洛 道怎么样 还有信心争夺龙手吗 天珠静的碾压 可比击杀静强多了 李洛感叹道 的确很厉害 不愧是二十奇名气最大的人 不过与这样的对手交锋 对于自身才会有更强的魔力 用天珠静来魔力自身 你倒是不客气 也不怕把刀刃磨断了 陆青梅柳眉轻挑 道 天珠静而已 也不至于吧 李洛笑道 若是旁人这般说 我只能说他狂妄自大 不过看在你此前的表现 我就给你一些时间再做评价 陆青梅淡淡道 李洛盯着他 笑道 陆青梅大骑手想来应该也是触及到天珠静了吧 何不展现出来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陆青梅展颜一笑 青风吹拂他那其耳短发 更是令得他显得英姿萨爽 而随着他的阴落 一枚光点于其身后陡然浮现出来 旋即光芒瞬间大放 一颗夺目的能量天珠凝聚而成 这颗能量天珠如同黑洞一般 狂猛地吸扯着天地间的能量 在经过转化后 划为相立流淌体内 果然 陆青梅也已经踏入到了天珠静 只不过从天珠璀璨度来看 稍微若李清风一丝 但不管如何 这也是货真价实的天珠静 我先走了 陆青梅说了一声 棒驳相立冲天而起 其身影也是陡然变得矫健 对着前方一马当先的李清风追去 李洛望着两人迅速攀登的身影 神色倒也并未显得急迫 而是依旧保持着自身节奏 以稳定的速度 逐渐地攀登 在他的周身 六条火龙盘旋 他们穿透肉身 带来剧烈的灼痛 那种感觉仿佛下一刻 整个身躯都将会从内到外 被燃烧成灰烬一般 内有龙火灼烧 身躯如炉 外有龙微笼罩 如陀山月 在这种折磨之下 意志稍有动摇 便是再难以踏出脚步 李洛眼神沉静 琉璃般的身躯绽放三色光彩 而在体内 三座香宫内流淌的 向力在龙眼不断地炙烧下 变得愈发地静澈 凝炼 香力流动 在其深处 仿佛有一缕细微幽光在孕育 吞吐不定的同时 隐隐散发极端的灵力之气 那是象征着急煞静的煞钢 灯笼之路艰难万分 但李洛却是在借助 那强大的外在压力 来令得自身完成这一步的突破 李洛一步步地攀登 而场中的局面 却已是发生改变 李清风雨露青梅在显露天珠 爆发实力后 彻底拉开了与其他人的距离 一路直上 2700丈 2800丈 最终 他们接近了2900丈 而此时 他们周身 有八条火龙浮现 犹如八条锁链一般 环绕身躯 令得他们每走出一步 都将会带来无法形容的剧痛 另外那股石龙威压 也是在此时强悍到了可怕的地步 两人身后的璀璨天珠 不断地爆发出耀眼光芒 抵御着威压 而当抵达2900丈的时候 李清风率先停下脚步 他面色凝重地盯着前方 此处距离顶峰 仅有最后一点距离了 可是一旦踏出这一步 周身火龙将会提升到极致的九条 九龙着身 这是灯笼最为可怕的考验 以往不知道有多少天骄止步于此 即便李清风如今踏入到了天珠镜 但他依旧没有信心能够通过这最后一百丈 因为以前 也不乏有天珠镜的大旗手背阻拦 李清风目光闪烁 但最终他还是压制下了所有的犹豫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那不论有多困难 总是地尝试一下 于是 他在那内外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直接迈步而出 踏出了脚步 而当他的脚步落在斑驳时踢上时 所有人都见到其身躯外 灰色火光涌现而出 化为了第九条火龙 伴随着第九条火龙的出现 此前的八条火龙顿时爆发出了滴滴的龙吟声 那种感觉仿佛是彼此间有了共鸣 于是九条火龙体型膨胀一圈 火龙之躯变得更畏的栩栩如生 甚至连龙铃都是清晰可见 其上鸣科着火焰般的纹路 九龙张嘴 对着李清风喷出了龙岩 龙岩落在其身躯上 顿时香力在剧烈的燃烧 即便李清风自身拥有着虚酒品风龙香 那所凝练的香力格外精纯 但此时在这龙岩下 依旧在以极快的速度消融 其身后那一颗璀璨的天珠运转到极致 吞吐天地能量 为李清风补充香力 外界笼罩而来的石龙威亚 也是在此时愈发的恐怖 将那一颗天珠都压制地发出了嗡名之声 李清风大喊淋漓 紧咬着牙 一步步艰难地攀登 一丈又一丈 此时不知道有多少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 毕竟这种冲击三千丈的局面 属实不多见 甚至连后方的陆青梅 都是未曾此时迈出步伐 而是明眸盯着李清风 想要看他能够走出多远 在那万众瞩目下 李清风迈过了一梯又一梯 他将自身虚九品风龙香催动到极致 有淡淡的风龙临死于其身后浮现 显然此时此刻 他将自身力量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他的额头上满是青睛 嘴中爆发出低吼声 而当李清风的脚步 来到2970丈的时候 他身后悬浮的天珠在此时发出了哀鸣声 盘旋其周身的九龙 在此时再度出现了变化 九龙竟是出现了融合 转瞬间 化为了一条巨大的火龙 火龙盘踞虚空 龙童默然地注视着李清风 下一刻 其龙驱燃烧 化为一缕暗金色的火焰 冲向了李清风 那一缕暗金色火焰在外人看来声势并不强 可在李清风眼中 却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点燃了 这道暗金色火焰 已经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程度 若是硬抗 将会给自身造成极重的伤势 在那短暂的时间中 李清风目光闪烁了一下 最终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的脚步往后退了半步 这半步一退 有风声响起 李清风的身影便是退回了2900丈的位置 不过一道淡淡的光影 留在了他当才所在的2970丈处 这代表着李清风最终所取得的成绩 2970丈 距离顶峰3000丈 仅有30丈 然而就是这短短的30丈 却是如同天欠 令得李清风难以寸进 天地间 不论是十龙上还是那外界观影的十数万二十旗其重 似乎皆是在此时发出了一声乐晚叹息 果然 这十龙三千丈 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其实很多人 还是希望李清风能够完成这个成就 毕竟他是看上去最有这个能力的人 而一旦他登顶而上 那么他们这一代的二十旗 也会跟着沾光 从最近几代二十旗中脱颖而出 但可惜这个成就 比想象的更为困难 而如今连李清风都止步于三千丈前 那么他们这一代二十旗 想要达成三千丈成就的希望 怕是要渺茫了 第910章碧龙香 当李清风冲击三千丈失败后 引起无数万席叹息 因为很多人都想见正新的传奇出现 毕竟这灯笼三千丈 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出现过了 而作为这一代中名气最未响亮的李清风 眼下都折挤 恐怕这三千丈 也只能等待未来新的二十旗中的天骄来冲击了 在那诸多叹息声中 陆清梅也是开始行动了 他并没有因为李清风的失败就显露畏惧 反而明眸之中升腾起昂扬战役 他毫不犹豫地踏出脚步 九条火龙加身 恐怖的龙微如山月般地覆盖而来 在那诸多目光注视下 陆清梅艰难地登梯而上 此时的他 同样是将自身香力催动到了极致 脑后由九彩光环浮现的金色路影出现在陆清梅身后 那是他的虚九瓶九彩金路香 璀璨天珠疯狂地翁名震动 吞吐天地能量 转化香力 灌注陆清梅体内 陆清梅的步伐 要比李清风显得更为沉重一些 这应该是因为双方虽然都是踏入了天珠境 但显然李清风底蕴更强一点所导致 所以当众人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已经知晓 恐怕陆清梅很难超越李清风 事实也正如众人所料 当陆清梅的脚步来到2968丈的时候 他身后的天珠不断地爆发出嗡鸣声响 一道道能量连一字旗上扩散出来 那是运转到极致 不堪重负的表现 恐怖的龙威犹如山岳 给天珠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陆清梅翘脸显得有些苍白 甚至连脑海中都是传出了眩晕感 他感受着自身的状态 不由得有些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他其实是有机会踏出这两步 然后去和李清风平行 同时去挑战一下那所谓的九龙合一 但是 他吃亏在自身并非是李天王一脉的血脉 所以体内蕴含的天龙气息 比不上李清风等人 这就导致在灯笼上面 他没走出一步 那所承受的代价 会比李清风更重一些 所以他能够走到这一步 纵观历代二十其中的外星人 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陆清梅轻轻摇头 不再向前 而随着他脚步的停下 那股笼罩身躯的恐怖龙威 顿时开始消散 连带着周身的九龙 也是随之化位虚无 随着一道淡淡的光影铸流原地 陆清梅的身影也退到了2900丈处 李清风望着出现在身旁的陆清梅 道 陆清梅大骑手可惜了 若不是吃亏天龙气息稍逊一点 你的成绩不会弱于我 陆清梅却是无所谓的道 又不是突破了3000丈 多点少点毫无意义 李清风叹了一声 道 这3000丈难度太高 九龙合一根本不是一星天珠能够抵御 看来咱们这一代二十起 也无缘解锁这个成就了 那倒不一定 不是还没结束吗 陆清梅说道 李清风目光往后一扫 但笑道 你是指李洛吗 他的速度 似乎反而比之前更慢了 连李京涛都要追上他了 在那后方不远处 李洛步伐缓慢地攀登 这般速度反而不及之前 也不知道是不是压力太强 令得其自身有些承受不住 而在李洛后面一点的位置 一道身影则是始终以那恒定的速度在攀登 导致渐渐地追上了李洛 那是李京涛 这个人 出现在这个位置 几乎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此时不只是李清风 陆清梅在看着李京涛 这时龙空间内外 不知道多少奇特视线 都停留在李京涛身上 他们都想要看看 这个往日不显山不露水的人 这一次究竟能令人多么的意外 在那众多视线下 李京涛慢慢地来到了李洛的位置 他看向似乎沉浸于自身 完全未曾理会外界动静的李洛 当即明白李洛应该是在借助时龙 威压谋恋自身 所以也没有打扰李洛 三弟 我先上去帮你探探路 李京涛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继续攀登 如此伴赏后 他也是在那万众瞩目下 来到了两千九百丈处 李京涛大骑手 往日里隐藏的可真深啊 李清风望着来到此处的李京涛 缓缓说道 李京涛摇摇头 憨笑道 没有隐藏 知识以前我又不与你们争夺什么 自然就没人注意我了 那这一次怎么又要争了 显露了自身实力 往后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别人自然而然会将压力给你 李清风淡淡的道 李京涛文言 露出苦涩的笑容 道 我也没想到他们爬得那么慢啊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都已经跑上来了 李清风嘴角忍不住的一抽 这货也真是个奇葩啊 不管你隐藏了多少 龙手之位我都不会相让的 如果在后面的夺灵上面遇见 我倒是想要试试你究竟有多少实力 李清风平静说道 他能够对着李京涛说出这样的话 显然也是将其当作了龙手的竞争者 而此前 只有陆清梅有这个资格 龙手我就不想了 李京涛连忙摆了摆手 露出憨厚的笑容 不过我三弟倒是有机会 所以如果夺灵上面遇见了你 我虽然不想争斗 但恐怕也得耗上一耗 就怕李洛担不起你的厚望了 李清风不嫌不淡的道 李京涛呵呵笑了笑 也不与他争辩 而是抬头望着前面斑驳的屎踢 有些愁眉苦脸的叹了一口气 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真不想去受这最后一百丈的苦 但如今他已经在众目睽睽下走到了这里 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的话 等龙手之争结束 他怕是会被李凤怡追着抱锤一个月 虽然他皮糙肉厚也不怕 但被李凤怡甩一个月 脸色也属实不舒坦 所以最终他还是在那无数道视线注视下 迈出了脚步 顿时九龙加身 斯 李京涛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微胖的脸庞都是在此时扭曲在了一起 这威力比刚才的巴龙强悍了不止一筹啊 而且那恐怖的龙威几乎是能够将一座山头都给压平下去 可想而知肉身究竟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李京涛的体内 有深黄色的项力流淌 同时在其身后渐渐地化为一道深黄色的巨兽虚影 那巨兽形似巨规 但却生有龙手 龙爪 背负黑甲 给人一种厚重不可摧毁之感 这就是李京涛的象性 上八品 必龙香 只不过 他这上八品的象性 散发着极强的灵性 这让得不少人眼神移动 这似乎是有进阶化为虚九品的迹象 随着这道象性的浮现 所有人都见到 李京涛的身后 同时也出现了一枚能量光点 光点压缩到极致 继而绽放出强光 这一幕 所有人都不陌生 那赫然是天珠凝现的迹象 只不过 李京涛这颗天珠 略显虚幻 并未完全地凝实 虚诛 但不管如何 李京涛竟然已经迈出了那一步 触及到了天珠境 成为了二十其中 仅次于李清风 陆青梅的人 华 而这一幕 顿时引发了巨大的哗然 后方邓凤仙 李红礼等人皆是面容震动 此时此刻 他们总算是明白 为何李京涛能够超越他们 原来 他已经在不声不响间 半只脚踏入了天珠境 李凤仪也是待了树席 旋即狠狠地咬了咬牙 道 真是属乌龟的 不打不走 在那诸多惊呼声中 李京涛双手结印 只见得他的皮肤在此时迅速地变得斑驳 仿佛是形成了一层流转着铜光的甲壳之皮 不过这并未结束 铜光之后 接连又演变出数种光泽 一层又一层地覆盖在了李京涛身体表面 随着第四层光泽甲皮的覆盖 李京涛方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开始一步步地攀登而上 他的步伐 依旧缓慢而稳定 最后 他在许多凝重的目光中 来到了2969丈 这个位置 已经超过了陆青梅一丈 再前一步 便是李清风所在的2970丈 而若是踏足此处 就会遭遇九龙合一的最强考验 李清风的目光 也是在此时死死地盯着李京涛的身影 李京涛似是愁愁了一下 但还是迈出了脚步 踏足2970丈 华 随着李京涛在2970丈处站稳身形 周身九龙顿时合一 化卫一条栩栩如生 散发着恐怖温度的巨大火龙 虎视眈眈的盯着李京涛 此前 李清风也就是在这里选择了退后 因为那九龙合一所化的暗金色龙眼 他并没有承受的把握 李京涛也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他心中不免有些打起退堂鼓 因为他明白 他能够超越陆青梅 追上李清风 其实不是因为他的实力超过了两人 而是这灯笼有些利好他 他最擅长的是防御 而灯笼又无需攻伐 只要默默忍受 自然就能走上来 所以他表现很是突出 而若是真的换作两者鄙视的局面 他唯一能做的 或许就是靠皮操肉后 混成平局 李京涛犹豫了数席 最终他还是有了决定 三弟应该是冲着龙手而去的 那我就先帮他试试这九龙合一之火的烈度 也好让他待会有些准备吧 我皮操肉后 应该也稍不坏吧 这般想着 他也就在那无数道道西冷气的声音中 选择了迎着巨大火龙 踏出了脚步 吼 巨大火龙咆哮 顿时化为神秘的暗金色火焰 对着李京涛冲刷而至 第911章李洛的冲刺 啊 当暗金色火焰将李京涛笼罩时 他顿时爆发出了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太痛了 我不爬了 李京涛原地跳脚 身躯上一层层色泽不同的 其一甲皮在此时已惊人的速度消融 甚至连其身后纳如龙龟般的象性虚影 都是被纳岸金色火焰烧得即将虚化 此时此刻 李京涛方才明白为何连李清风都未能选择踏出这一步 直面迎接这九龙融合之火 原来这玩意威力这么恐怖 即便李京涛擅长防御 可也是在此火之下难以承受 感受着一层层防御不断地崩溃 李京涛摇紧牙关顶着恐怖的压力 突然往前踏出一踢 2971丈 刚好比李清风多一丈 踏出这一步后 李京涛在没有精进之心 脚步急忙后退 而他这一退 就相当于放弃了攀登 于是他的身影一闪 就退回到了与李清风 陆青梅他们平行的位置 但在那2971丈处 却是留下了象征他成绩的光影 天地间极尽一片 所有人都是眼神复杂地 望着李京涛留下的光影 因为这个结果 太过得出人意料 谁能想到 此次灯笼 成绩最好的 竟然不是李清风 而是这个二十其中 名声不鲜的李京涛 做得漂亮 李凤仪忍不住地扶掌大笑 翘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李京涛这最后一步 属实是神来之笔 虽然知识超过那李清风一丈 但想来这一丈 会让龙血脉郁闷万分 特别是李红李 想到这里 李凤仪就看向了李红李的位置 果然是见到对方翘脸铁青 顿时他心情就变得更好了 其他大棋手也是神色古怪 这个结果当真奇特 高处台阶 李清风面容冰冷了一些 他看着李京涛 道 高我一步 李京涛大棋手这是在羞辱我吗 李京涛连忙摆手道 我怎会有这个心思 真的就知是那九龙火太恐怖 我也只能抗一下 刚好走出一步而已 李清风眼神为锤 淡淡道 此次灯笼适合你的脾性 等多灵上 我真想试试你的龟壳有多硬 话音落下 他便是转开目光 不再理会李京涛 毕竟眼下说什么都没用 有什么恩怨 都到夺灵那一步上面去解决 而当他们这些大棋手 因为眼下的局面而感叹时 在那虚空上 五脉的高层 也是神色奇特 原来这李京涛 修炼的是八甲术 我记得此术是龙牙脉中 唯一的一道眼神 即炼体风猴树吧 龙骨麦麦首李玄武笑道 李京涉唯唯点头 他们龙牙脉炼体风猴树的确不多 毕竟龙牙脉是以功法著称 而李京涛修炼的这部八甲术 则是唯一一道眼神即炼体术 而且此术功法极弱 唯一的特点就是防御力变态 一般的炼体术还会增强肉身力量 但此术则是没有这个效果 完完全全是将所有的特效 都点在了防御上面 故而龙牙脉中 就算是有人要修炼炼体术 也不会选择它 这是一部极其冷门的炼体风猴树 不过 此术唯一所能够称道的地方 就是那恐怖的防御 据说若是修成八甲术的八甲层次 其防御力足以媲美天命及风猴树 当年天龙五脉中 也曾有一位先辈将此术修到高深境界 最终以八品猴的实力 应生生接了一名王及强者的攻击而未死 明洞天元 而且此术修炼难度同样极高 倒是不知道李经涛这小子如何修成的 而且关他先前施展 已然是达到了四甲层次 显然在这上面竟饮许久了 这小家伙是我见过第一个知识单纯凭借着防御力 硬生生爬到这一步的人 龙灵麦麦手李清英说道 看来这小子有志成为咱天龙五脉中最硬的人 龙脚麦麦手李经脚古怪地笑道 不过他能走到这一步 也是取巧了 灯笼这一关与他极为契合 否则的话 他应该是无法超过李清风雨露青梅的 这话倒是引起众人认同 这一关的机制 李经涛的确有些取巧 但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看来此次灯笼 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一直未曾说话的龙血麦麦手李天机淡淡一笑 倒也未必 李经者眸光垂下 道李洛还未停下脚步呢 众多目光投向了石龙之上 果然是见到李洛的脚步 依旧是在一步步的攀登而上 虽说缓慢 但却渐渐地接近了李清风他们所在的位置 他在借助石龙威压 魔力自身相利 李轻音缓缓道 这是想要在极致的压力下借此突破 孕育煞钢 李玄武点头说道 倒是有些破例 以灯笼来魔剑 寻常人可不敢做这种事情 毕竟稍有不慎 剑锋都会难以承受压力 直接崩溃 李经角随意地点评 很有想法与勇气 毕竟他自身实力逊色于李清风等人 如果想要奋起追上 那就只能剑走偏锋 如果真能将这口煞钢孕育出来 那倒是能够在那煞那间爆发出极为惊人的力量 以他们这些卖手超绝的实力 自然一眼就洞穿了李洛的意图 那就看他能否登上三千丈吧 当五脉高层的目光投注李洛时 在那石龙上的其他大骑手同样是将视线投来 毕竟如今的石龙上 也就只有李洛还在继续攀登 其他的人基本都已经确定了成绩 在那无数视线注视下 李洛周身绽放着流离三光 体内的向力也是毫无保留地催动起来 三座相公嗡鸣震动 最终 他步伐缓慢地来到了两千九百丈 李洛围锤的眼眸终于是在此时缓缓抬起 注视着前方斑驳十踢 三弟 加油 李惊涛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李清风与陆轻眉皆是未曾说话 知识静静地看着来到此处的李洛 李洛冲着李京涛一笑 道 大哥还真是深藏不漏啊 竟然取得了最高的成绩 虽然先前他沉浸于体内的磨练 但也关注着李京涛的冲刺 李京涛摇摇头 道 李清风大棋手刚才说的倒是不错 这灯笼知识刚好有点契合我而已 反正就是靠着皮后 硬撑而已 皮后那也是靠你自己修来的 可不是人天生就有的 李洛好笑道 李京涛挠了挠头 道 说得好像也挺有道理 李洛笑笑 没有再多说 而是深吸一口气 不但丝毫犹豫地直接踏出了脚步 卖出了2900丈 熊熊 九条火龙顿时浮现周身 同时可怕的龙微倾泻而来 直接是令得李洛肩膀都是忍不住的一尘 琉璃三光 李洛身躯琉璃光彩大放 在此时催动到极致 三色琉璃悬光不断地流淌 保护肉身 三光神纹 身躯上呈现三色的琉璃神纹也是在此时被启动 令得李洛的琉璃体变得更为的静彻与坚固 悬光大胜 双香之力 第三镜 双香之力流淌 其内似是蕴含着无数细微玄妙的灵痕 这种高品级的香力 能够在龙岩的灼烧下坚持更久的时间 论起香力挺直 它这由八瓶水箱 七瓶木箱所融合的双香之力 绝对比李清风他们的需酒品香力更未精纯 雷鸣体 甚至李洛连雷鸣体都催动了 雷鸣回荡体内 强化血肉 这一刻 李洛显然是将自身所有手段都给施展了出来 而这所带来的效果 便是那斑驳时踢在脚下一步步的被越过 半晌后 李洛来到了先前路青梅所抵达的位置 2968丈 在这里 他的身体停顿了一下 那则外界汹涌而来的龙威 将他的身体压制的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灼烧的剧痛在体内蔓延 仿佛身躯即将被点燃 但李洛并未就此停下 而是在等待了两席后 猛然登上 直接跨入2970丈 周身环绕的九条火龙在此时凝聚 化为暗金色的龙颜 虎视眈眈的锁定里落 一股恐怖的气息随之散发出来 九龙融合之火 十龙空间内外 不知道多少视线在此时近乎屏袭般的投来 他们此前已经见证过此火的可怕 强如李清风 在犹豫了一会后 都是选择了保全自身而放弃 唯有李津涛 凭借着自身恐怖的防御硬冲了一步 但也被烧得鬼哭狼嚎 紧紧一步就退了回来 而李洛 虽说身怀三相 甚至修成了三光流离 可其毕竟知识煞体境 这般实力 能够走到这2970丈 绝对已经算得上是一种另类的记录 可是 如果说他能够冲击3000丈 恐怕任谁都会觉得是痴人说梦 李洛的眼瞳中 倒映着那暗金色的龙眼 龙眼仿佛生有灵质 死死地锁定着他 只要他表现出再进一步的迹象 这暗金色的龙眼 就将会释放他的恐怖威能 呼 感受着那如芒在杯的威胁 李洛深深地吸了一口 灼热滚烫的另肺部 都有些不适的空气 然后眼神陡然变得果决起来 虽说冲击这暗金色龙眼 有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甚至说不定还会影响之后夺灵的发挥 但李洛依旧不打算放弃 既然已经决定要做 那自然就得做到最好 畏首畏尾 反而令得自身陷入尴尬境地 一念至此 李洛直接是在那无数道惊呼声中 迈出了脚步 直面迎上了暗金色龙眼 救命 感谢观看